Hello,大家好,2020年很快就会过去, 现在2021将会到来, 这段时间就是中共二十大, 即是2022年年底即将将快召开的时候, 所以习近平他怎样做, 跟着要维系他那个统治权呢? 由现在开始就越来越着迹了, 最近有两个动向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这个杂核心怎样巩固它的核心, 而它这些行动可不可以巩固到它那个真正核心呢? 究竟最近两个什麽的动作, 我们可以去观察呢? 第一个,刚刚在圣诞节那段期间, 25、6日那样,北京就是中共政治局很高层的, 开了一个叫民主生活会, 习近平作出重要讲话, 他什麽讲话都重要了, 但是大家骚不骚他怎样去分析是另一回事, 究竟民主生活会是讲什麽呢? 他说我们中共共产党虽然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政党, 但是我们都讲民主的, 不过先讲党内民主, 然后再抗移冲斥, 跟着党外跟着全国, 这个就是它的理论, 所以在党内民主的生活措施先做好, 跟着讲一大论, 那些发表出来的讲话是水蛇春那麽长, 我真是不知有多少人完全看完它了, 有,虽然在官场裡面向上爬的人就会看了。 好了,究竟这个所谓民主生活会, 究竟实质究竟是怎样呢? 我用比较将它提纲揭领, 讲它实质的方法跟大家去分析这个民主生活会, 我说第一件事是反映了, 其实是现在党内很多人对习思想、 对习核心那种阳奉阴违以致反弹, 出现了这些连习近平自己都感觉到的, 所以它是要再加强用政治局、用党的最高层的权力, 来再巩固它那个习核心, 有些人说你是单单从反面去理解, 你怎麽不可以从正面一点去理解, 好,我又尝试从正面一点去理解, 就是习近平为了巩固他的习权, 这一个民主生活活会就是另外一个陷阱, 那又是反面?我说不是, 这个是对习近平来讲是正面的, 因为他是不断去习权, 为何我这样讲呢? 好,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反弹它为何过去很少从党内民主, 因为在习近平的脑海裡面, 党内都不应该有民主, 党内都应该是顺服于习核心高层, 以至政治局裡面的成员, 都是要向习核心靠拢, 依附跪拜,是这样的。 我有什麽证据证明我这些讲话呢? 好了,我马上举法, 在十九大过前后, 当时习近平已经改变了十八大以前, 由开放改革到十八大的时候, 一个内部惯常做法是怎样呢? 就是当新一届政府、新一届党领导, 产生的时候来讲, 习近平是要逐个逐个面见政治局委员, 高官是逐个逐个面见习近平, 单独跟他聊天, 以前怎样是这样的? 以前是由政治局常委, 大家一起来谈有什麽新增的政治局委员, 有些老的退了, 剩下多少个位出来, 怎样找新的人进去, 是由政治局常委以至扩大会议, 找一些老人家来谈,都是集体谈的。 但在十九大的时候, 习近平是用单独面见的方式, 而且由那时开始, 政治局的成员、委员都是要向习主席 每年去提交他的报告, 你这个范畴裡面做了什麽呢? 不是向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 是向一个人, 大家可以看看这种做法到现在, 其实是引起很大的反弹, 觉得你无民主, 你又向一个人负责, 所以现在这些民主生活会看到很多人, 包括高层的, 觉得已经党内无民主, 所以现在才开一个这样的民主生活会, 用这个名义来告诉大家, 我都是有民主的,只不过是表现形式, 以及民主与集中, 这是一个共产党的理论, 什麽叫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就是大家未有决议之前, 可以大家不断谈,不断提意见, 提完之后,作出决定之后就要集中, 不要再有其他意见, 要一致服从于最高领导, 但是实践的过程裡面, 往往是讲民主, 而到最后没有民主,而有集中, 变成民主是一个仿指,集中才是实质, 所以现在开这些民主会, 实际上大家已经看了那麽多年, 做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等, 大家党内高层已经觉得没有民主, 所以习近平稍为捏得紧要, 掌筋拉得紧要,松一松, 讲下民主的内容, 所以这一点某程度上是否反映了反弹很大, 然后有换兵之计,我又立刻举一些, 我的东西是有三句的, 三句就是理据、数据、根据, 我又举一个近期的理据, 除了你说跟习近平很不适合的任志强, 即是發炮,他不点名地骂习近平, 跟着判监, 但其他有一些香港很少看到的, 就是一个中共文化界的元老, 这个是谁?黄蒙,以前是文化部部长, 跟着又是资深党员, 他在文学界也有一定地位, 又做过以前作家协会的负责人等等, 他现在也是垂垂老耳, 后来他写过三本回忆录裡面, 板税很高的,据讲七位数的, 我不知了,这个是民间传闻。 黄蒙最近怎样呢? 黄蒙最近都發表文章, 他亦都是不点名, 其实大家看上去都知道他在骂习近平, 他就说党内无民主, 连發表连什麽自由, 这个在大陆刑夹势禁的情况之下, 大家无法讲究竟他意有所知的指什麽, 但是大家看上去, 最低限度黄蒙对现在的状况是很不满意的, 立刻有人想到另外一个中国的国师, 即是大师级的贵善林, 过身中国国际上有名的语言学家, 国学大师, 他在六四之后, 大家都觉得共产党如果连他这些人整, 就很无道德了, 结果贵善林当时六四之后, 他一点都无退缩, 仍然继续去骂, 即是批评当时为何你这样镇压, 当时有一个是举报电话, 举报哪个人参加过反革命活动, 去过这些活动裡面,反政府等等, 任人举报,结果贵善林自己打电话举报, 我知道有一个人很反对当时的镇压, 很反对官方政策的, 你找人抓他, 他跟着讲三个字, 贵善林,这个就是我了, 谁敢这样抓他, 其实你一抓他来讲,他已经那时谁谁老耳, 但是精神不死, 所以他后来又继续打电话去举报, 举报两个人,一个是邓小平, 一个是杨尚坤, 他说这两个是搞镇压的, 大家可以看如果黄蒙完全是跟贵善林的境界, 他已经不是说行张就木, 而是说他到这个环境裡面, 他已经觉得你共产党或习近平还搞一手硬一手远的政策, 已经是无用的了,是吧? 再看历代,我们经常讲的中共一个政治性格, 它是洗不掉的, 它就以为这样压压到你捂着你的脖子, 捂到你断气的时候, 他就知道捂死你对他都无好处, 所以他放一放, 所以历次大家可以看看, 我不讲太远了,近代, 即是近些开放改革这40年, 在1983年左右开放了不够3年, 马上搞个反对精神污染, 当时邓小平挾到一手, 找另外一个中等邓力群, 小等就是邓力群, 找邓力群去搞, 当时搞了多少, 猜猜猜猜了, 很短命,80多天就无人搞, 搞不了下去, 你说务衰为生,光水那时搞政变,政改, 都103天,10多天, 他现在反对精神污染都无, 当时提过,我们是要反对精神污染, 但我们都讲民主的, 跟现在习近平讲的民主生会会性质是一模一样的, 原来民主生会那个是拿来骗你们, 令到大家反弹不要那麽大, 所以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 今次这个会议是政治高层是管住高层, 以至管住党内, 但是我马上用回共产党, 它自己本身党员生活会, 他现在讲民主生活会是指高层, 我们有民主的,你不要集中起来反习, 原来在党的基层裡面, 党内生活会都是这种包装,是怎样呢? 这个就是讲中共高层最细的细胞, 最细的细胞就是党员, 一个很个人,但是它对于个别党员是不信任的, 它一定要党员互相监督来过党内民主生活会, 这个很基层的,怎样过法呢? 就是原来它最细的细胞, 除了个人之外最细的细胞是由三个人来组成, 三个党员来组成的, 三个人走在一起, 你就要成立党的最原始最单, 最细的单位就叫党的小组, 即是一个很个人小圈子极的一个, 所以如果你说我这个党员潜伏在某个地方, 或者我这个党员在单位裡面不好骗的, 我只不过是,譬如说, 我是在民主党派裡面做臥底的共产党员, 我在那个单位裡面可能只有我一个人, 或者是两个人而已,那怎样呢? 那你就可以什么都不受党的生活的限制, 不是,原来裡面规定, 如果你的地方只有一个或两个党员的话, 你就要跟隔离, 譬如好像是隔离的单位, 或者隔离某个地方, 都一定要组织一个以三人为基础的党小组, 然后如果执政来行, 你每个礼拜或定期时间裡面要有思想见面, 什麽叫思想见面? 思想见面如果用一个宗教的比喻来讲, 就是要互相告解, 即是大家碰头,这个礼拜这个月我们做了什麽, 我觉得好的,这个月我做错了什麽, 互相监督批评,要自我批评, 互相告解,然后互相揭底, 或者互相帮助, 毛泽东当时都讲了,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所有的干部就是互相帮助,互相爱护, 即是互相监督,互相揭底。 这些做法令到大家感觉到, 其实在延安整风的时候, 同样是讲民主生活的, 它只不过是说有权的人就是主, 你们下面那些文, 你们文讲完之后是我作主, 所以当时康生在延安搞所谓整风, 挽救、拯救行动, 其实它用一个权力将你, 先打成是一个不干净的, 你思想有问题,你行动有问题, 然后我来帮助你改正, 所以我这个是给民主你, 你有什麽讲到最后都是打你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经常讲它遇到很大反弹, 然后它用一些所谓民主生活来, 令到人家就软一软感解而已, 好了,我为什麽又讲这是一个陷阱呢, 我马上又举一个例, 我们这些坏人硬硬硬是给他的行动教育了我们, 我举这个例是1987年的, 1987年是怎样, 1987年是反对资产加急自由化, 而胡耀邦年初马上被邓小平和整班老人家踢了下台, 原来那时候胡耀邦怎样下台的, 就是当时举行一个中共高层政治局的扩大会议, 由邓小平来扩大, 扩大哪些人可以参加哪些人不可以参加呢, 就是他决定的, 好了,当时叫做什麽会, 当时叫做生活会, 开一个生活会,于是就决定胡耀邦要下台了, 当时唯一帮助胡耀邦讲几句好说话的, 一个人,那个人姓习的, 当然不是习近平,当时习近平算老几, 是他爸爸习仲勋,习仲勋就讲, 现在传出来, 如果我们在一个生活会裡面决定一个总书记 是否要下台的, 我们党内的民主那里去了, 真是现在传出来,哼窗有声, 我们整个党的制度那里去了, 习仲勋当时是这样讲的, 原来他当时说,你胡耀邦做很多事不民主, 未征求过党的意见, 包括当时去嘉宴日本首相忠贞根康皇, 又用了3000万去招待日本的, 包括年轻人来中国庆祝国庆等等, 说你自己党内没有民主,自己个人决定, 跟着用党内不民主的方法, 用民主生活会的形式包装, 跟着踢了胡耀邦下台, 你又是否一个陷阱, 是吧,我都讲出来, 你只不过是大家不同的解读, 除了这个之外,大家可以看到控制高层的思想权力, 不可以有异化,但是这个不足够的, 按现在习近平的要求,他要传闻, 因为你下面的异动是很容易被政坛 或者商界、官商勾结裡面, 民间裡面一个反弹, 来弹,令到你的习思想、习教育没有效果, 对习近平都不利,是吧?好了